畢竟我們都是基隆出身的 那一定要把最好的帶給基隆 微風集團董事長廖鎮翰難得露面 首度回應 基隆東岸廣場經營全爭議 1月市府宣布 標案由微風拿下 卻引起Net主婦集團不滿 當初砸錢增見 如今等於拱手讓人 質疑市府獨厚財團 整個過程都是非常的公正 那我們也都是按照 政府的指令來做 那我想我們的部分 就是把我們的本分做好 廖鎮翰強調一切公正 但連日來Net和市府衝突不斷 2月1號市府帶警方開門鎖點交 被指控侵入他人見物 市府回應 商場所有權是政府的 正當行使公權力 更何況當時簽約對象是大日開發 而不是後來在營運的主婦集團 BOT ROT 跟OT的精神 在於他最後的一個transfer 要把經營所有權 最後移交回來給政府 是一連串的行動 所以我們所提起的罪名 目前就是毀損 然後侵入他人見物 然後強制罪 強盜罪的部分 雙方鬧上法院 第三方的微風只強調會好好規劃 年後進行試調 瞭解當地需求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規劃能力 還有我們的經營實力 我是在做得從很不好的地方做得現在這樣子 那我相信微風進去只會更好 那很多潛力是因為可能有那個需求 可是沒有給予更好的一個供給 廖正漢認為基隆一座36萬人口的城市 對於購物中心來說屬於適當規模 預計會創造500到800個就業機會 樂觀看待商機發展 民視新聞 楊思敏 郭文海 台北報導